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 李川 我不能来送你了 就在这里陪你一夜吧 不要自己撑过明天 不要再眷恋 等有对的人 能跟你团圆 我才能够放心地走远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因为我们之间的黑夜 有多么漫长 命运的波涛有多么凶弱 无论你我是姐 还是你 我的心里没有跟着你 走着我的爱 别再受折磨 永远不放弃 让爱停在最远时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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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 当时间无法冲淡了遗憾 你要自己撑过明天不要再眷恋 等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 我才能够放心地走远 我才能够放心地走远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别再受折磨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灰尘痕 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别再受折磨 你就把她的文端 你就把她的名字写在飞机的车口上 然后再继续扔下去 你就可以很快地忘掉她 我还能够放手 管用吗 我们来接受 没试过 中国的自由 未来的生活 也许更寂寞 这是唯一的选择 有些从我们回到 所以才会放手让你走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情愿你恨我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回忆成河 和你数到三就一起 放开手别再受折磨 让你再随便是否 你看看你 要不是我今天去你家找你啊 你肯定又忘了今天跟我约好去郊外烤肉了吧 对不起啊 我最近脑子太乱了 那不正好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去郊外交个油 顺便散散心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就是静雯告诉我 立川今天飞机嘛 等立川一走了 我的春天就来了 立川 要走了还进厨房干什么 把他带走吧 这什么东西啊 气锅 怎么那么奇怪 我会做一道菜叫气锅鸡 回去之后 我做给你和一夜吃 快走吧 要堵车的 还有一些图在办公室里 还没有办完呢 就交给人内吧 人内会负责的 放心 要不你先走吧 我还要打个电话 马上来 快点啊 我跟哥们说过了 你喜欢吃辣 他们会带很多辣菜过来 我也准备了几样 拿手小菜 包你喜欢的 心情不好呢 正适合猛吃 其实小秋 我真的是很替你高兴啊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来 我知道 你能跨出这一步 有多么不容易 其实我也没有这么豁达了 我就是希望立川好 喂 喂 谁啊 小秋 哎 小秋 唉 快走快走啊 堵车哎 嗯 好 唉 小秋 唉 唉 小秋 唉 小秋 你 小熊 您好 GMLF上海分部 是我 我找谢小熊小姐 安妮啊 您不知道吗 她出车祸了 正在医院抢救呢 出车祸 很严重吗 在哪个医院 人民医院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只是到送过去的时候 已经昏迷了 正在手术 谁出车祸了 是小熊 我现在要去一趟医院 现在啊 飞机不等人呢 让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这样好了 你回去我留下 小熊的事情交给我好吗 不行我不放心 李川你冷静一点吗 你又不是医生 你回去你也救不了他 你先回去救救自己好不好 这边交给我 不 手帐还我 不 还给我 不还 今天你无论说什么 一定要回去 王继泉 你这叫邪气 王力川我告诉你 今天我无论如何 我扛也要帮你扛回家 来 小副 都快完蛋了 我不要 赶紧 放肯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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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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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 都是我害的 立川 是我先说话你才回头的 不怪你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现在还有哪里痛啊 胸口痛 腿也痛 我躺了多久了 你昏迷了四个小时 一条肋骨骨折 左腿推骨骨折 已经手术了 里面盯着一根钢钉跟钢板 他们现在正在检查有没有脑震闹 对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 我去告诉医生 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药紧的活呢 你一定要帮我跟公司请个假 张绍华已经来了 他正在帮你安排转院呢 为什么要转院 这个地方是紧急帮你救治的医院 GMF要把你转到上海最好的骨科医院呢 小球啊 那我需不需要通知小冬过来 千万不要跟他说 他功课很忙 医生说 我在这里还要躺多久啊 这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不过你放心 我会天天过来照顾你的 不用了 医院里都是有护士的 而且你公司才刚刚成立 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啊 小秋 你伤得挺严重的 三个月之内 能顺利愈合就不错了 而且你也没有别的情人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必须要照顾你的 对不起啊 好不容易的一个假期 还被我搞砸了 没事没事 那你先好好休息 先别想那么多了 谢谢 不用谢啊 谢谢大夫 不用谢 再见啊 要不要这么关心你的员工啊 我问医生了 医生的意思说再观察两天 然后等平稳一点才转远 那边我安排好了 住特需病房 那身份有乐趣 骨质的地方也不能乱断 管个护士可以吗 医生给他安排了一个 特护护士 技术和口碑这方面都不错 再加两个 三天还办 你去请一个营养厨师吧 准备每天三餐的 好 如果他的病例 会更严重的话 或者是我留下后症 我当然去带了 不会有症 行没问题 那个我那我回头 再跟医生说一声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安妮这个病情 靠他的身体完全没问题 再说他也年轻 会不起来肯定快 那先走 你不进去看看 你不进去看看 好 一天嘛至少按摩三次 促进血液循环 要不然得到石膏卸下来 两条腿就一粗一细了 这是餐馆送来的粥 你先喝吧 都快凉了 餐馆 不是应该在食堂买吗 食堂那有这么好的饭哪 这是餐馆的师傅定做的 菜单在这儿呢 早中晚三样 你点好以后 餐馆就会给你送过来的 GMF的医保 为什么会这么好啊 我正想问你呢 这么好的医保啊 我到你们公司去 去打扫厕所 小秋 小秋 我妈给你做了鱼片粥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你们慢慢聊 我先出去了 谢谢啊 没事 才多久不见呢 那么多人来看过你 人缘不错哦 平常可没看出来 对了 静雯 别让你妈妈再给我煮粥了 我吃的都不好意思了 我倒是想自己煮给你 可惜手艺太差 不好意思拿给你 小关呢 他上午有会 说下午过来 开什么会啊 他可是肇事者好不好 不会骑车就别骑 是文艺青年就别耍酷 太不靠谱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了 是因为我在后面打电话 然后他才一分神 就成长了 你这房间还挺大的 之前呢 我舅舅动手术的时候住过一回 一天有好几千块呢 好几千啊 那当然了 像他那么爱摆谱的老板 是不可能住一般的病房的 对了我问你了 GMF的医保为什么这么好啊 像我们呢 应该能住双人间的病房 老总级别的住单间 你嘛是立川的女朋友 虽然说是过去的 但是待遇也肯定是很高的 立川都已经走了 他不会安排这些 立川没走啊 没走 他跟记川都没走 不过好像他们吵架了 互相不理睬 你知道吗 今天开会的时候 记川要跟立川讲话 立川完全不理他 把大家都看傻了 他们兄弟俩 可是 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冷战吧 出什么事了 我哪知道啊 立川又不怎么来办公室 这三天才来过一次 还是去给那几个重要的图纸签字呢 小秋 阿秋要放他们来看你了 小秋你还好玩 小秋好点了没 你们好 小秋 谢谢你们来看我 这罪魁祸首终于出现了 喂 什么罪魁祸首 我也是受害者好不好 你看看 就那么一点伤 你还好意思讲啊 你看看这个 看 看见没 看见没 好吗好吗对不起 对不起嘛 安妮 活着还是死了 张总 这么大认识啊 可以啊 小秋 小秋 好点了吗 人缘不错啊 平时怎么没看出来 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来看我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要是你我也不好意思 连王总都亲自来看你 王总 这么多人啊 王总 这边不错嘛 我没看出来 早日康复 你也在 你也在 是啊 送给你 自己好吗 挺好 你没想过啊 没有 你怎么可能呢 那现在有很多人呢 谢谢你 发现了 你实际上 是什么 我觉得你还不错 你还不错 谢谢那我 衣服 一群人我会叫你 他投降了 他投降 你告诉他 如果他一个月不高胡子的话 我就跟他讲话 你还不如让他死我撞 你还不如让他死我撞 好啊 爷爷 您怎么过来啊 好好好 吕川 来 坐下坐下坐下 好 杰奈特在机场没接到你 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正在汉堡开会呢 就从那儿直接过来了 爷爷 你明天还是跟我回去吧 我不能回去 小舅出了车祸 他全身都是伤 不然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你就是放心不下他 那好吧 我让季川留下来照顾他 他从小就比你细心多了 小秋得比一天不好 我就一天不走 一弹 一天ús 是 湯圆 土與岴 欲传啊 不是爷爷狠心要逼你 是荷尔曼医生给我来电话 他说你最近的指标不好 我也很着急啊 爷爷 上海的医院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我在这边这也是来得及的 欲传 爷爷 我答应你 小秋治病的这几个月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光伯伯那里报到 配合他的治疗 好吧 我答应你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好 爷爷 您在这里多休息几天吧 哎呀不行啊 我汉堡的会议还没有开完呢 我必须得飞回去 你可不能故意不接我的电话呀 我也得 您员 那就好 小秋 任一人啊 你手放松一点 上个星期好好的 怎么又突然得了骨髓炎呢 手术病发症 昨晚她痛得不行 只好打杜冷丁了 杜冷丁 不会上瘾吧 没事 剂量不大 小秋 小秋你要不要喝点热水 我帮你倒 小秋啊 你去跟医生说 再帮我打一针 再帮我打一针 我去叫护士 小秋 我求求你不要打针好吗 我们去止疼药好不好 请问 雷川走了没有啊 没有 倒是借船去巴西了 那他为什么还不走啊 见鬼了 谢小秋 你都病成这样了 他都不来看你 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呀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会来看我的 为什么呀 先不说你们俩之前的关系 就算是最普通的同事 他也应该来看你好吗 我不愿的 我只希望他能赶紧回瑞士 我知道 这两天我都没看到他 可能已经回去了吧 来了来了 护士 来 回看看 手术引起的感染 有点病发症 化膿了 我去找医生啊 麻烦你了 这 小秋啊 你如果太疼的话 来 咬我手臂吧 都是恶事后了 你还闹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 小关还不错 每天都来 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每天都来 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每天都来 你也每天都来 嗯 怎么不进去 你怎么会骑摩托 干嘛要骑摩托 你带着头去玩开车 不就好了吗 我骑摩托骑得好好的 你打什么电话啊你 都以为你要走了 突然听到身后的人 喊你的名字 还不吓一跳啊 我告诉你王立川 谢小秋今天会受伤 跟你也有关系 跟我有关 我把他交给你 你就把他带到夜里面来 你办事能不能靠谱一点 你控制不了小秋 就不要给我保证 好 你比我能控制是不是 是谁让小秋 每天才哭的 是谁啊 是你帮王立川 我让他哭 至少我没有让他躺在这边 你 我本来打算 要跟他告别了 天意 这全都是天意 小秋已经想尽办法 要让你离开 老天偏要让你留下来 你说什么 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 结你个头啊 那都是装给你看的嘛 立川 你就不能让一步吗 你究竟要把小秋 逼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才担心呢 你不是要死了吗 干嘛躲着藏着 你就死在小秋的面前 他也不会后悟 也不会怪你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问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愿意 就算你少一条腿 他都无所谓 你还能少他的一颗心吗 王立川 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现在要进去跟他说清楚 我能跟他说什么 他今年才二十五岁 我能耽误他一辈子吗 你没事吧 你别告诉他我儿子 你先好好地找我他 你先好好地找我他 走 我给说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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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醒了 好点没有 比前两天好多了 我每天要吃又喝的 对了 你今天就别再陪业了 这边的护士把我伺候得挺好的 你就不要再来把我当成中症病人好不好 我看这病房空空荡荡的 我是怕你一个人晚上在这里会害怕 再说了 我们都是孤儿正好 没爹没娘的同病相连嘛 去你的 我记得小时候去外公家 晚上要走好几里的山路 黑灯瞎火地走 那个时候也没觉得害怕 这么厉害 你躺累了吧 我帮你翻个身 活动 活动 不用了 三个护士和张阿姨每天都会替我按摩的 你呢 晚上也不要过来了 张阿姨还有三个护士 每天把我伺候得像公主一样 而且你做翻译也是脑力劳动 要注意休息 行一行 听你的 来 吃一个橘子吧 我刚不好 酸不酸 酸 等你吃了就知道了 没有我吃过了 甜的 我还刷牙呀 在这儿 你不懂得着 我会想干什么 我都学路了 o 楼 十二 合物 就是 太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阿姨 张阿姨 来了 我问你啊 昨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看过我 有人来过的 我让他们留下东西就走了 不是 我是说 有没有一个大概三十多岁 然后长得很帅 行动不太方便的人来看过我 张阿姨 求求你告诉我吧 她每天都来看你 只是不让我告诉你 我过去睡着 我看你了 我看你什么事 我看你了 有没有人来看看 就算了 坚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秋 安妮 安妮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刚跟大家去玩餐 说一定要来看你 听说你这边水果多得吃不完 是不是 静雯 你把水果拿出来给大家分了吧 来 献给你 谢谢 立川今天来开会了 他还没走吗 没有 立川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夹克 就是那种那个特别柔软 而且特别紧身的那种布料 你说他有没有搞错 没事乱放电 我今天一见他 差点被电晕了 他平时吧都穿西装 一般正经的 我还招架得住 艾玛 他身上有什么香味啊 他有什么牌子的那个体系水啊 我最近百债缠身 拆东墙补西墙 我可没空想王立川的事了 而且最近我花痴的能力 也都退化了 我不发表评论了 对了 其实王总的地 到现在都还没有好 你们看到的 都是他光鲜的样子 他今天到公司才一个小时啊 瑞妮就把他接走了 他把那个办公室的地毯 吐得是一塌糊涂 瑞妮几乎是把他 拖上轮椅给推走的 没办法 接下来 我们只好把办公室的地毯啊 全部都给换掉了 丽川也太可怜了 也不止这那个钱养家 都已经病成这样了 干吗还惦记那几张图纸啊 所以说 找男人还是应该 找一个健康一点 不然看他那样 心里多难受啊 好了 别八卦了 GMF就王立川一个美男吗 美男倒是有 极品呢 也不是没见过 但是立川属于 仙品 还仙品呢 我看啊 是毒品吧 立川 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是在担心我吗 是在担心我吗 小心 慢慢来啊 来 我们会帮你休息一下吧 已经超过负荷了 我想早一点出院 就走到那个前面啊 好 来 谢谢 从X光片上看 你的腿骨恢复得很好 只是肌肉有点萎缩 得加强一点沉重训练 那这么说我就是可以出院了 是啊 太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小心 小心 小心点 慢点 等我一下 来 我们走吧 小心点 慢慢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慢点 慢点 好 你看 房间我都帮你打扫好了 也顺便把床单都换了新的 怎么样 够闲会吗 谢谢啊 小秋 我有件正事要跟你说 你说 立川还没有回去 猜得到 但她知道你出院的消息之后 应该很快就回去了 那愿如此吧 有件事情 我知道我受了很不吉利 但我还是要说 如果 万一立川真的回到瑞士 重病不治 我不介意你之后的日子 还怀念立川 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爱你 好吗 立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 我想我应该也不会去死 因为那个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不过 我应该会终身不嫁 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你 对啊 我就是一根筋 立川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样真的特别不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学哦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女儿 让我们呢永远都是好朋友 你不要说这个好不好 小秋 你要学会放弃 懂吗 这不属于你的爱 你怎么抓也抓不住的 你必须让她走 再说你才几岁啊 说什么终身不嫁 这算什么嘛 又不是在古代 用得着这样三针九裂的吗 可是我已经经历过一段 轰轰烈烈的感情了 真的没有力气再经历一次 好好好 我们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惨 这说不定啊 一川一回到瑞士 这病就治好了 这不就是个快乐结果了吗 全体是她得回去啊 好了 我也累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我要休息了 好 我走了 拜拜 小秋 今天我见到李川了 你怎么会想到去见她啊 她让我去的 她说我买的公寓设计好了 叫我过去看设计图 她看上去 真的是病得不轻 走了 来 又是李仙 小秋 回来了啊 李姐 那个房子我就不租了 我准备搬家了 找到新家了 没有 我准备回老家了 那行 我把多余的房租退给您 好吧 谢谢李姐 没事 你脚怎么了 没事 碰了一下 小心啊 来 慢点 这两个纸箱搬出去 小心啊 不要压 谢谢啊 辛苦了 对对 去昆明的机票一张 单程 好 谢谢 尽快啊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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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好 你就来上班了 我不是来上班的 对了 麻烦你帮我把疾风辞职信 交给张总吧 你不在乱的走远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寄约你和我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天年会成河 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寄约你和我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你也应该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回忆成河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你都受风了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回忆成河 你数到三就一起放开手 别再受折磨 让爱停在最美时候 一船 我和你 就这样永远落 生活的自由 未来的生活 也许更寂寞 你们不是要结婚了 结女逃往的都装给你看的 就算你少一条腿 她也无所谓 你还能少她的一颗心吗 所以才会放手 你明天就离开山海 等下要去哪里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 情愿你和我 你不知道我多难过 思念回忆成河 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开手 别再受折磨 让爱停在最美时头 通用都办好了吧 嗯 反正家具也没有什么 有一些就留给房东了 就剩下这些书 还有点舍不得扔 小秋啊 就留在九通不行吗 如果你不愿意留在上海 我们还有广州分社呢 都断了 就应该断得彻底一点 不应该再留什么念想吗 好吧 那替我问候你姨妈 我会去昆明看你的 好啊 你要来昆明了 我就请你吃地道的昆明菜 那如果几年之后 你还没有交到男朋友 我也是单身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 我们都要向前看 不可以再回头 那蜜亚怎么办 蜜亚跟我回昆明啊 还有那只蜜亚 也一起走 哇 你们好幸福啊 好吧 一路平安 你也保重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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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领教到了爱情的杀伤里 爱情就像太空中的一个黑洞 强大的能量 强大的引力 什么都掉进去 什么都逃不掉 什么都会被吸走 里面什么都有 里面 什么也没有 里川 喂 里川 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 难道为了一个电话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如果他又有急事 他会再打来的 我来是两道菜 不可能 你已经教我了 我又来说什么 我应该说我学习 你这么确定 我的人 我应该看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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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写要求你见 你知你见 霓川 我只想知道你是平安的 喂 您好 霓川 我是这里的服务商 我们这里有个人喝醉了 你是他的朋友吧 喝醉 不好意思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哪里啊 清田酒吧 你认识吗 我知道 那个 他是不能喝酒的 你确定他是喝醉了吗 这里是酒吧嘛 喝醉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那你能方便来接他一下吗 我 我是他朋友 那个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他 万一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呢 你帮我打一下120好不好 我马上就过来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你能再开快一点吗 麻烦你再开快一点 已经被快了 师傅 你再开快一点可不可以 我真的有狠急的事情 还有你到那边先不要打标 我可能一会儿还要用你的车 我会多给你一点钱 好的 他罪得很厉害啊 刚才我推了他几下都没行 那你打120了吗 他是不是已经完全昏迷了 你别着急 这酒吧不知道一天要醉多少人 他就是喝高了 没事 逛会儿就好了啊 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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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挡了 现在就要送了去医院 麻烦你帮我一下 快 你好 原地 我跟你说立川出事了 他可能喝了酒 现在完全昏迷了 我正送他去医院 你赶紧过来好不好 在哪家医院 去人民医院 我去镇定 我马上就到 小秋 你不要信 来 大喜剧 好的 好 主要三十九度五 血压八十五分五十 呼吸四十 脉搏一百三 呼吸激醋 这要饱饱度百分之七十五 氧气给到百分之一百了 你是王力川的家属吗 我是 这是病人的情况表 他有什么病的病史 你跟我说一下 好的 这是病人家属 咱们的情况表 太可死了一遍 你肉是经脉头 小队 咱们家属在吗 这对农外 怎么搞的 历史上什么都没收 我们家属太不像话了 病人有病史 虽然又这么严重 有症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不及时送到医院来 医生 医生 是历史丘 不是 你跟病人到底什么关系 我是他女朋友 你这个病例到底是怎么写的 我们刚才给病人做了插管手术 发现他胸口植入了静脉导管 而且呢 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 你为什么不在病例上填写清楚 对不起啊医生 那个什么静脉导管我不知道 他从来都没有说过 你不是他女朋友吗 你们刚认识吗 认识四年了 四年 你认识他四年了 你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你知不知道 作为病人家属 不把病人的病情写清楚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不了解病人的肺切除手术 使用了呼吸机 会把病人的肺吹坏的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我们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了 还有其大家属吗 我们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有 在路上应该 看人哪 嘿 人内 小秋 那个 怎么样 医生他要知道那个 立川的病史 你快跟他说一下 他 医生会讲英文吗 因为 因为有些单词我不会 我可以翻译 好 立川他得的是 抗氏酷酷二期 抗氏 是骨癌 他十七岁就查出了癌症 然后做了手术 也换了疗 结果癌症一直没有复发 医生就宣告连传治愈 结果十年以后呢 癌症复发了 出现了肺部转移 所以呢 做了 lobectomy 单侧肺炎切除术 对 经过化疗 这个癌症得到了控制 但是在化疗过程中 它的白血细胞呢 渐渐地减少了 它的免疫力也降低了 然后医生还发现 它的红细胞也在减少 所以它的贫血症状也很明显 它属于哪一型的MDS RA 病人情况非常危险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病危通知书 家属签字吧 上面怎么说 热血腥胜痕 戴血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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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川 我需要你回来一趟 是立川 他在抢救中 是 败血腥胜休克 好 再见 齐川不在上海吗 在巴西圣巴罗娜 他个项目在投标呢 对不起 一直瞒你到现在 对不起 立川不让我们跟你讲 怕你伤心 立川的腿 不是因为冲 是车祸室发现的 是车祸室发现的 那一年 他爸妈开车 带他出去旅行 结果 被一个闯红灯的车 撞倒了 他父母当场就去世了 结果他只受了轻伤 可是后来 他的腿就开始疼 然后一直都没有恢复 去做了检查 发现 有一个肿瘤 恶性的 医生说情况特别严重 连做手术也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他就选择了保守的化疗 大家都以为立川 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 他全家都特别伤心 结果 他运气还不错 化疗 他又好转了 所以他爷爷就带他到美国 去看了一个名医 然后 名医觉得 还能够做手术 于是 做了截肢 看了 这儿 我说你不做了 现在也要做了一切 他每半年都要回一趟医院去 例行检查 结果那一年在上海 他去检查 发现癌症复发了 并且转移到了肺部 国外肺转移 成活率实在是太低了 这样的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死刑 你那时候才二十岁 还是学生 你没有再热恋 他不忍心告诉你他 他不想让你伤心他 更不想让你看到他受苦的样子 所以 所以他才吓得决心要离开你的 那 他这四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 靠他的毅力 和你的电邮 没有 你知道吗 你的电邮很多都是我念给他听的 你别误会 我知道这是隐私 但你知道他 做了整整三年的化疗 他 他有时候 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所以他的电邮全都是我收发的 他 他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收到你的消息 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你 你才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他为了读懂你的信 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 自学了今年的中文 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哪怕一个字都好 他也写了 他只是没发 他不希望你承受这些 你还记得你有一阵子停止发邮件了吗 他那一个月 一下就瘦了二十斤 结果女友突然来信 他以为出了什么事 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上海 那为什么 他的病治了那么久都没有好 还有那个什么 MDS到底是什么 叫 是一种特别难治的贫血症 可能是太多化疗引起的 他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 会转成 急性的白血病 所以他现在的免疫力特别低 任何感染或出血 都有可能导致他的生命危险 他刚刚动手打了立川 我没有动手打他 我刚刚进他房间 发现他倒在地上 立川你下来 立川 我今天非带他出去不可 你别拦我 立川立川 我们不要去啊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 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运会也不迟啊 你过年吗 这里有一道八 你又做手术了 走 有点钟 请不吝点赞 说一下 12 máximo 我们这话 你们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